我们现在先欢迎黄玉珊 玉珊你在线上吗 哈喽 玉珊学姐也是 就是大半夜现在两点半 对 遥远的英国跟我们来做连线 那你要不要分享你的画面 我本身是在Lancaster 我现在是第三年要结束了 我读的是Law 然后应该很少人会选这个科系 所以我就大概大致讲一下 然后我的Foundation的部分呢 是在Durham做的 那之后我就转达了Lancaster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在这边完成所有的过程 然后因为我有考虑要做所谓的律师 但是我所谓的律师的Pathway是事务律师 事务律师就是比如说在一般 比如说事务所做比较多书面工作的 所以他就是Solicit的部分 那我有申请LPC的课程 那他就是所谓的律师的准备课程 所以算是下一阶段 那这也是同样包含一个硕士的学位 所以这就是下一阶段我可能会去做的 然后法律系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有兴趣 但是它是一个课业非常重的一个degree 然后并不是说你投入了多少时间 就一定会有相当的回报 很多时候你可能spend like two weeks working on the like 一个essay 可是最后可能结果也不是很好 但是就是越写越多越多越进步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一定要切记 你一定玩得比别人少 然后 就是要忍得住 可能你可能就是家里 学校图书馆 这样三个地方轮流而已 所以就要想清楚 然后工作的部分 我在英国lockdown的那时候 因为学乡那时候已经转成线上了 然后我也 我在大一的时候就结束了所有课程 那那时候我并没有回台湾 我是那时候就申请工作了 那我那时候是在伦敦的一间法律事务所 看到一个所谓的 他们需要一个中翻译的翻译的部分 那因为我有legal background 所以我也可以做legal caseworker 所以那时候就算是我的第一份正职 然后有这个工作经验 那那时候我的cv非常的简单 因为才刚来到英国 你不会有太多的经验 所以基本上就是告诉你们 告诉你的面试者 你会做哪些 你在你的大学做哪些训练 那可能怎么符合这个工作的需求 这样子 然后分享的是像刚刚刚的那位学姐 有分享过就是留在英国 那你的签证是非常重要的 所谓的工作签证 所谓的psw它现在更名为graduate visa 那基本上它就是给你两年 爱的读书或者是工作 那不管怎么样 你都还是要transfer to tier 2 scale worker visa 顾名思义你要有一定的能力 所谓的技术 也就是说tier 2 难得在于说 你的雇主必须要先跟内政部 home office去申请所谓的license 他才能够sponsor你 等于说雇主雇用你这个人员 他必须要先付出钱 那想当然他的门槛就很高 所以应该关注的是 你在跟别人竞争的工作同时 你要想到你自己的优势 为什么你的雇主会需要花更多的钱来雇用你 那也就是说你要有比别人不一样的长处 所以tier 2它很难拿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因为比起我们这些外国人 他当然他high的当地人 他就不用去承担这个签证的费用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拿tier 2工作签证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在这边你看我们读书了好几年 假设四年从foundation开始 再加你的大学undergraduate三年 四年的部分再加你的master 你可能就走过五个年头了 接下来你转tier 2 visa 你的所谓的resident tendency是一直累积的 如果你考虑你要拿比如说身份 我所谓的身份是指永居或者是英国公民身份 那一直累积下去是很好的 那也是唯一有机会你可能可以拿到第二根passport的机会 所以拿tier 2我想每个毕业生可能都是looking forward to it 但是要非常非常的努力 那我目前是在第一个看到的是我在伦敦的第一份工作 那个工作我做了四个月之后大学开学我就回去上班了 然后我八月八号会开始正式工作 那这个工作一样就是在伦敦的另一间律师事务所 然后开始工作 那公司是有承诺tier 2的sponsorship 这样子 我的经验比较简单 所以我大概讲过一下我做过的事情 那有任何相关或是对法律是有关系原来 你有想要申请的人就可以跟我说 然后我再告诉你我遇到的困难或是经验这样子 他说学生签证应该不能累积在移民签证吧 我觉得这么讲应该是跳板 因为tier 2呢公司可以跟你说 我要给你sponsor 5年或是3年或是2年 但是不管怎么样5年之后 你在renew你第二次tier 2的时候 你就可以准备申请你的indefinedly to remain 也就是永居 永居过后你考了life in the UK test 你就是英国公民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也就是说 毕竟你在这边你待着有机会 比如说像同期我有很多的同学 可能在疫情期间飞回台湾了 你要怎么去争取你的internship呢 你人不在这 你要怎么去attend那些meeting 不是所有工作他都可以work from home 或是就是remote 然后用所谓的所有virtual meeting带过 像律师这个行业 有些还是要面对面跟client接触 处理事情的 那你就必须要在英国 所以待着越久越长 是越有帮助的 我这边还是要特别补充说明一下 因为我发现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毕业后工作 前有点就是混淆了 我这边要说明 因为这两位学姐 你们要想他们已经念完大学 念完研究所 然后现在才有工作 所以其实他们出去念书的年度 当时是没有PSW这个选项的 当时是没有 但是现在因为PSW这个政策 是前两年才开放 前两年才开放 而且他开放的条件是 这两年入学的学生 这两年入学的学生 才可以拿到毕业的这个PSW工作签证 所以现在你们入学的学生 比这两位学姐幸福很多 因为他们当时是在念书的时候 就要找工作了 可是你们现在是还有两年的缓冲时间 你要证明你有自己找工作 只是两年PSW结束之后的 那个经验其实就非常可以 接近我们学姐的经验 这也是为什么学姐一直很强调 说找工作要非常非常的认真 那只是你们今年的同学 这两年的同学都非常幸福 你们有两年的时间可以找工作 那个玉珊你可以在 不晓得还没有其他问题想要问 我们的三地学姐 应该是没有 应该没有很多人会申请法律 真的不要 其实我们这现场有 对法律有兴趣的研究生 对对对对 只是他们会 当然有时候有很多事情 就像你讲的 要在当地 他们自己找过之后才会知道 所以现在他们可能 听了觉得你很厉害 但是可能一时半刻 不知道怎么问 请问当地治安如何有排华吗 我只能说每个国家都有坏人 每个国家也有好人 所以排华 当然racist这件事情在哪都一样 但是我觉得你能够保护自己的方法 就是多结交一些当地的朋友 比如说拿我自己的案例是 我现在是跟两位白人的男生住在一起 那是因为我们从first year 我们在大学的accommodation就认识呢 然后move出来 那跟他们走在街上 当然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点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去 我们不能把那些坏人都消灭 所以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让我们自己不要 暴露在那么高危险的当中啦 所以就是结伴同行 然后夜深了就不要出去 待在家里 那你就会很安全 好吗 我想刚刚玉山提到的治安的问题 应该是针对你现在在伦敦工作啦 因为其实你之前在兰卡 对兰卡读书应该比较安全吧 兰卡相对 因为他是一个大学城嘛 基本上这个整个台湾就是 围着university London的话 我是觉得不管什么 我觉得英国晚上后面 比如说七八年以后 这总是妖魔鬼怪会出现的 喝醉的人啊之类的那些 我觉得每个城市都一样 并没有所谓 我在London并没有遇到特别奇怪的事情发生 或者是什么有人follow you啊 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就是自己要有一些警觉性啦 尽量不要自己单独 在伦敦的街头上乱晃 对啊 我觉得在这边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说其实 大城市 各个国家的大城市 尤其像伦敦纽约这种 当然他的安全性上 可能都有 自己我们的危机意识要稍微高一些 可是我觉得英国相对于美国 他的安全程度 其实是非常高 是因为英国有24小时CCTV 而且再加上就是英国是 就是拿枪是不可能在英国 就是其他国家发生 就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拿枪 所以其实在各种治安上 我觉得只要你保持一定的危机意识 你不要拿着在台湾的心态 我觉得在台湾可能大家比较会说什么 我包包留在位置上 然后我就去买咖啡 你会来包包还在 那这样的状况 可能是在其他国家不太行 可是除此之外 基本上只要你维持一定的危机意识 英国治安其实还是算满面的放心 有人问到说 像美国一样交通方便吗 在英国开车的人确实很多 那大部分的人也有驾照 但是有没有车这件事情 看你的需求 你工作的地点 如果假设在London Central 或者是你住 London里面有Zone 1 Zone 2 Zone 3 Zone 4 到机场 整个很多区域 看你 你自己的需求 那英国买车很便宜 可是前两年 最最比较大负责就是 insurance的部分 那可能是一年要2000磅的部分 如果你觉得 对你的需求 OK好 那你就买车 那当然跟台湾是不一样 这边是有价 那你那些考试啊 什么的 现在台湾跟英国有提供 换照的服务 但是还是应该有一些 基本考试要去考 那就是看你自己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 以我来说 我觉得大众运输 都非常的方便 对 所以其实在英国 是不需要一定会开车的 这边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 对 那需要开车 大概都已经是到工作的阶段 学生的话 其实搭乘 不管是哪一个城市 他搭乘交通工具 都会非常的方便 对 我觉得没有特别的需求啦 然后另外有 我们有同学问到说 关于ULO的部分 那如果是关于ULO的部分 我们下个阶段在 因为Sandy 你不是念ULO吗 没有 Jandy是今年 他是今年才考上ULO OK 所以他可能 这部分还没有办法回答你 但没关系 我们可以在下一个section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们下一个section 针对 就是今年要出发的学生 会有签证的说明 那如果你是未来要出发的学生 我们会特别另外一批间 就是分组讨论室 你们有任何的QA 都可以问我们的主任 那这个部分 我们再稍微等一下 还有其他问题 想问我们三体学生的 PSW 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吗 那德国也有吗 这部分 我快速讲过就好 那其实 第一个 这不是我 我们今天是针对英国的部分 来做说明啦 那如果说等一下 针对这个PSW 其他国家的部分 你们等一下也可以问 杨主任这里 那那个可以麻烦妈妈 这边稍等一下 那我简单带过 就是说PSW 在欧洲国家也有 可他们的时间 大概就是只有18个月而已 每一个国家会不太一样 那如果你要在德国工作 德国德文是非常必要的 非常必要 可以稍微上吊一下 那如果说 其他国家的工作细节 或者是说 要怎么去做衔接 你们可以在下section的时候 我们会安排 在主任这边为大家做QA 那有没有针对学者 这边的经验分享的部分 想要再多加了解的呢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快要 直接迈入到英国话三点了 没关系 有人如果要念罗 然后要书的 可以跟我联络 我有一堆书 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OK 好那如果有需要跟学姐 要那个法律相关的说 如果再跟我们说 我们再帮助学者有点东西去给你 那今天非常谢谢Sandy 对 非常宝贵的经验分享 谢谢 谢谢